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沿着头骨形状提拉发片进行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达到量感骨肌的效果 进入侧区修剪时 提拉后区延长线上的发片 这时也同样向前方三十度角进行提拉 相对头皮零角度进行限点 脸周围从平点到顶角做出分析 并且提醒脸周围顶角形状取出第一个发片 并三度头皮零角度向前方四十五度角提拉发片 垂直切口继续进减减 第二个发片 也采取同样方法进行操作修剪 修剪完毕后 将所有发片以低角度提拉 并注意发尾线条 进行检查修剪 刘海长度设定 在两颜角中间分出发片 并将长度设定在下额位置 再取出顶点到两颜尾中间部分的发片 并将发片提拉至和头皮同样的高度 并确认刚修剪完到下巴的发片长度 作为导线 从磁点到下巴五领射入 做曲线型连接修剪 将刘海与地面平行提拉 剧除发尾厚重度 将刘海与地面平行提拉 剧除发尾厚重度 并不是头皮平行的角度 并不是头皮平行的角度 而是将正在心肩的发片向中心提拉至 前一发片位置进行新线 并不是头皮平行提拉至下巴五颜尾厚重度 你将中间线做为中心点 取出框三零米的发片作为中心导线 之后随时黄金点九十度取出发片 并将此位置的头发长度设定在整体程度三分之二的位置 进入固然区将顶区最下端的发处作为绑线 并停行地面提拉发片进行写减 进行写时只需要做上下区域的连接检查 视角的写减就可以 头顶部分垂直地面提拉发片 但从顶点到前发区的操作方法是 将发片向前四十五度脚劲到 并沿着头骨形状进行修剪 顶区后区 将此区域所有发片具体到中心导线来进行修剪 打造发尾自然的层次线条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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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